女生的男士們 我妹妹今天正式宣布 再次回到愛情的 戰場 我怕是 60歲以前 要再一次把自己 嫁出去 她就直接讓我摸她的那個 胸 一直摸 讓我一直冒汗 就很緊張這樣子 因為太久沒有那種 怎樣 怎樣啊 話想一半 我妹妹 女人的婚姻就是事業 女的婚丟到她是被付錢 我妹妹今天正式宣布 再次回到愛情的 啊啊 戰場 我怕是 60歲以前 要再一次把自己 嫁出去 我那個時候 喊了一喊女生 她不是什麼 什麼網友 對啊 我不是跟你說過的嗎 我有一個日本的服裝設計師啊 她在英國要做一個Fashion Show 我要去給她一個Surprise 是不是很浪漫 她就直接讓我摸她的那個 胸 一直摸 讓我一直冒汗 就很緊張這樣子 對 對 沒有 因為太久沒有那種 怎樣 我覺得台灣比較少討論 關於熟齡或是大齡之後的愛的關係 通常都是選擇封閉 沒了就算了 從此之後 青燈骨夥伴我一生 但是 王妹妹這個角色 提出了另外一個選擇 一種可能 或許可以不要這樣 或許可以出去約約會啊 談談戀愛啊 然後 活動活動自己的全部 哈哈哈 故事是原創的 其實完全是原創的 只有角色是隱居的 然後這次我們比較著重在兩條線上面 一個是媽媽被選入疑似 異國的感情詐騙 另外一邊是姊姊她 透過寫小說的時候意外 把過世前的爸爸召喚到了現在 透過這邊把這兩線 把這個家族的各個故事給存在一起 基本上其實我跟這個爸爸 我個人 我是覺得蠻 蠻佩服她 因為她能夠把這個家族照顧得這麼好 把每個人的需要都放在第一優先 基本上她唯一所做的就是在那邊寫寫字 在家等大家回來 這樣那也好棒喔 把哪裡找得到 回去好好做菜 學做菜